达兰萨拉 流亡藏人的家园 北美华文媒体参访团 达兰萨拉 这是一片神圣的土地 达兰萨拉位于印度德里以北500公里的山区 海拔高度1700米 按照2009年西藏流亡政府的人口统计数字 目前达兰萨拉有一万五千人居住于此 达兰萨拉的巴士站 便是小镇的客运和物流中心 每日蜂拥而至的游客罗翼不绝 外人对达兰萨拉的最初印象便是从这里开始 达兰萨拉的旅游区 是被仅有的几条狭窄的街道所包裹 人们时常以标志型的庙宇或建筑物为参照物 没有几个人能确切说出街道的正式名称 入夜 临街的商户拉下卷闸门 喧嚣一天的街道也开始沉寂下来 达兰萨拉随处弥漫着浓厚的藏传佛教气息 转金筒是信徒们每日修集功德的最好方式 不但可以忘却世间的烦恼和忧愁 更可以将自己对未来幸福生活的期盼 乃至自己的来生都寄托在这些转动的金筒中 但这里并没有驴室隔绝 街头网吧的招牌似乎在明世 它仍然于世界同步 随风飘舞的武财金箔 每时每刻都在传递着人们 祈求平安幸福的美好愿望 这是一位十九岁的信徒 略显不安的表情中 透露出一些羞涩 这是十七世大宝法王戈马巴 在夏达兰萨拉的住所 世纪之交的一个夜晚 十五岁的他出走印 这些年来 违藏的乡愁一直是挥之不去 早晨六时天刚蒙蒙亮 做早课的僧侣们已经开始去寺院诵经 难民中心 藏人流亡印度的唯一方式是步行 谷歌地图无法计算出 七藏日喀泽与印度达兰萨拉之间的距离 因为两地没有陆路 空中或其他交通方式的连结 跨越西马拉雅山被认为是挑战人类的极限 但藏人不得不翻越雪山 步行去尼泊尔 而且白天四处躲藏 逃亡只能在夜幕下进行 一个健康的成年人 从西藏步行去尼泊尔的停军时间是二十五天 成立于1979年的西藏流亡政府难民接待更新 其主要使命是接待刚从中国西藏 逃亡到印度的藏民 并帮助他们融入印度当地的生活 从1987年至1997年 难民中心每年平均接收2500至3000流亡藏人 然而2008年拉萨事件之后 由于中尼边防收紧 当年三月至九月 达兰萨拉的难民中心没有收容一个人 2008年零星过来的藏人 总共才有650名 2009年人数稍有增长 有750人 2010年的头两个月 流亡过来的藏人有800多名 根据西藏流亡政府网站 公布的一项统计数字 在2007年全球范围内 共约有145,150名流亡藏人 其中70%在印度 这个不漆眼的建筑 便是西藏流亡政府难民接待中心总部所在地 用于专门接待刚从中国西藏逃亡到印度的藏民 这是难民中心主任阿旺诺布向北美华文媒体参访团介绍情况 这是Tanzin Doma 一个15岁的女子 2010年3月抵达中心 她正在这里学习英文 一遍遍地抄写英文单词和句子 这是难民中心接待的僧侣 通常他们将会根据自己的愿望 被送往各大寺院休息 等待拜见达赖喇嘛期间 这些手巧的女难民们也会做一些手工活 她是已有九个月身孕的逃亡者 从中尼边境的张木口岸过关 她的愿望是想把孩子生在印度 据介绍流亡难民的构成是 大部分为僧侣 然后是学生 据阿旺诺布估计 难民中心成立以来 虽然没有具体的数据 男女相比是男性较多 因为很多是僧人 僧人与俗人比 是僧人比例大 难民中心也会为流亡藏人提供 电脑软件等技能的培训 会让他们能在社会上立足打击出 这里就是难民中心的办公室 看上去非常简陋 文件架上陈列的一排排资料显示 这里接待的难民人数确实不少 一些僧侣们在手工制作工艺品 另一些则在焦虑中等待着 儿童村 儿童村是西藏流亡政府建立的一个综合社区 被遗弃的孤儿和逃离西藏的儿童 在这里接受教育 儿童村遍布印度各地的流亡藏民定居点 有超过一万两千名 从学龄前至十八岁的孩子们 在儿童村受到悉心的照顾 这是儿童村墙面的一个标语 先人后起的口号并不陌生 教室 操场 图书馆 与正规的学校相比 教学硬件一样都不少 下一代的培养就是从这里起步 学习之余来个雄报 这里摆设的不少礼物 都是世界各地的爱心人士捐赠的 在图书馆的阅览室 老师在学生们中间不停地走动 指导他们的课业 如果仔细看 学生们是统一地着装 流亡政府在教育上可谓重资投入 这是幼儿园的一个画面 开放的空间为孩子们带来 无拘无束的年 这是学前班的一个教室 老师在用传统的藏文教学 在儿童村 藏文和英文是两个主要的教学语言 尽管地面坑坑洼洼 但孩子们仍将房间整理得井井有条 严谨中也有个性化 孩子们当然也少不了玩具 瞧一瞧他们的洗漱用品 还有于世界接轨的高路结牙膏 眼见纯真无邪的目光 没有人希望在幼小的心灵中 拨下仇恨的种子 这些画面是孩子们日常生活的场景 这里是